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虽中国经济的前景 尤其中国房地产 在香港不也是卖百家 然后就说他要撤 说香港彻底伤了心了 说要撤 然后又听说要买下英国 什么几分之一的英国的水电煤气 都给李泽聚买了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讲法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是把整个常识和黄系统 香港人叫常和系 就是两家国常识跟和黄 他整个系统在全球的雇员的比重里面 本来香港跟中国大陆加起来 就只占了其中大概四分一吧 有说李嘉诚有几十万雇员 对 这几十万雇员里面 其实香港的员工占的比例 当然也很多 但没那么多 他本来就是所谓的海外的人工的人数 占的比例 要在集团内要比香港跟大陆多得多 而且他这个所谓的往国际进发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他是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 当年比如说他在买加拿大石油 那让他赚了一大笔 然后买了这个欧洲的orange 然后这几年他不断在欧洲澳洲扩展 他的码头 事业 通讯 他尤其喜欢的 这个常常人喜欢基础建设 对 买各种基础建设 码头 水电 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本来就有的一个长远的 他这个集团国际化的一个趋势跟倾向 我觉得非常正常的商业决定 因为你鸡蛋不能够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而且早就发生 而且甚至我觉得Capital Flights 就是资本出走 现在简称切资 切资 不是偷切 Capital Flights 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要全球化 不要忘记第一个 他的资本的进进出出 太简单了 因为资本出走叫概念 坦白讲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全世界的时候谈到了概念 马克思就谈过 你资本家随时可以走 而且来威胁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你一定要给我好处 你的整个制度要配合我 向我倾斜 让我有好处 不然我就走 把资本拿走 那是一个很落伍的概念 因为现在全球化 而且越来越 他按个键 明天回来 明天可以在这里收购什么东西 所以他 而且不要忘记 对他们来说 资本出走 是我们住在街里的人 看起来的感觉 对他来说 真的是非常正常 而且是早就发生了20年 只不过他现在 更容易来 做成达成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们假如再从资本出走 把资本拿走 叫概念来看 那当然觉得不太对劲 可是你抛开这个概念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到底我不管 你全球化下面 你的资本结构是怎么样 我们问一个问题 你到底对你身处在这个社会 你的财富来源的社会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当两种逻辑冲突的时候 一种就是资本逻辑 我只要能够赚100块钱的话 我不愿意赚99块 商人的本性 无利不齐早 也是资本论里面说的 说资本家最大的道德是什么 让我的股东来赚钱 这是最大的道德 李嘉诚就这么说 可是我们知道 你做一个人 你不仅是资本家 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意思是说 从什么资本出走 这个角度来看 有点过时 那么你们俩香港人 我问你们一句 就是你要简单粗暴的说 李嘉诚到底是造福了你们 还是祸害了你们 还是剥削了你们 他给你们带来了生活的好处多 还是给你们带来生活的坏处多 我觉得在过去20年来是坏处多吧 坏处多 就是因为他的垄断的这种财团的力量 在香港方方面面变得就是 隔组了其他的市场竞争的客人 但是这个并不是完全只是他的责任 当然还有有整个政府政策 你这一些的配合 那天我看南方周末里边还讲到 就说是这个香港 曾经有个小伙子姓庞的 就说发誓 我要不用李嘉诚他们家的东西 行不行 庞一鸣嘛 我认识他 他是他不只是不用李嘉诚的东西 他是拒绝香港八大地产商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最后他发现他还要用电 对 电还是李嘉诚的 他要喝这个矿泉水李嘉诚的 你知道这个故事啊 让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啊 在小学的时候 你知道大地主刘文采吗 到今天对他啊 能够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就好像这地主还不像我们那时候说的那么坏 甚至他还不错 对吧 当年就是为了批判这个大地主刘文采啊 给我们讲过一个 那老师啊 就给我们讲 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 很可笑的一个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一个故事 就说刘文采他们家有多么有多么坏 说他这个地有多么大 说有一个要饭的这个老太太 到要饭 要到这个刘文采他们家门上去 寒冬腊月的 然后呢 刘文采不但不给他吃的 而且放狗咬人 咬这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气的呀 走了 走了 但是突然这老太太呢 内急 那么他要这个大便 然后就老太太就说 我就是 这个上厕所 我大便 我也不在刘文采的土地上 我不给他的土地积肥啊 所以他就走啊走啊 我老师就说 老太太拄着拐杖 被狗咬伤了腿 走了一天一夜 说这下总可以了 解开裤子 好 大便 大便完了之后一问 还是李嘉诚家的地 刘文采家 刘文采家的地 老太太 天哪 就上吊 自杀 现在知道我们小时候 就是这么骗这个中国的孩子 你知道吗 为了制造这个阶级仇恨 这个故事怎么可能是真的 但是小的时候老师就知道 就这么说刘文采 但是我就想起这个姓庞的 就像不像在说李嘉诚吗 假如你按照你说到最后原来用电 什么都是 那当然从教角度看就是 他无所不包嘛 包山包海 李嘉诚也是我的房东啊 可是当我们去讲 李嘉诚的时候 其实李嘉诚是一个符号 假如你要还原到有血有肉的人 不仅是李嘉诚 是李嘉诚家族嘛 别忘记他有两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过往20年 在香港买卖企业 曾经比方说卖一个企业 把他股价弄得很惨 他自己赚了很多钱 可是那股民呢 血本无归等等 你说到这儿我就给你出出照片 这个所以我现在就能理解 有些人呢 近年来就把这个李嘉诚踩在脚底下呀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你看李嘉诚 古稀70亿 就免税 你看这丑化 丑化李嘉诚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他的家族成员 他的太太 这个早已经亡顾了 还有这个长子李泽聚 李泽凯不用说了 这边这个王丽乔 这是他这个长子的 李泽聚的大儿媳妇 然后呢 这个著名的梁洛诗 这个曾为情侣 情侣已分手 反正俩孙子了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佳慧你来说说 李嘉诚对你是好还是坏 假如我们抛开好坏这种用语 我觉得说第一点是说 好像有些事情 他可以做得更多 或是说有些事情 他可以不这样做 比方说我们知道 李先生非常有慈善 慈悲的心 一直以来捐了很多的钱 可是我们看到 至少我都是从媒体看回来 其中蛮多部分的善事 他的要求条件蛮严格的 比方说会 我给钱做什么事情 我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 有时候会避开政治的问题 甚至对文化事情 好像我支持你做文化 可是要求 我不晓得是李先生李嘉诚来要求 还是他下面的人来要求 好我给你钱做什么项目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那个最好不要做等等 可是是不是有些做事的方法 做好事的方法的取向 可以往前更走一步 让大家做得更感受到他的好处 他的支持 还有有些我们觉得 虽然你是基本家的逻辑 香港人进程说 不用赚那么近吧 你的企业一年赚几百亿 结果 那那个涨价幅度最高 在法律上容许的向限 他涨到那个地步 那这个我们或许 对别人不敢期待 我们对于说 经常号称 我是从香港 崛起来的李嘉诚 是不是有更高的期待 你希望在涨价 不要涨那么狠 我觉得你这个是违反资本本性的 所以这个我刚讲了一半 这是矛盾 资本的逻辑 跟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从你的黄金财富 从前里拿到的人 你况且他一句 李嘉诚一句话就给你打回去 他说我是为了我的股东 没错 我刚说马克思资本论 这是最高的道德 资本家最高的道德 所以我刚才说 你要问 当两种道德冲突的时候 你如何面对 如何来处理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对于一个 到了这个年龄的李嘉诚 有所期待 还有更重要一点 李嘉诚作为一个符号 或者说李嘉诚家族 作为一个符号 有时候太把人压得死死了 我举个例 去年那个 好像前一年选举 唐英年先生 他支持唐英年的 也跟选举无关 而是唐英年在一个地方 是讲到年轻人 香港年轻人 为什么要那么多抱怨 为什么大家不想一下说 我希望做李嘉诚第二 我要做李嘉诚 另外一个李嘉诚 当时好多年轻人 包括不再年轻的我 就反弹了 就说 谁稀罕做李嘉诚 为什么你总是期待在香港 一定要做李嘉诚第二 不做这是没出息 不做这是不成功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那个所谓成功的符号 太垄断了 把年轻人的心 那个价值标准 价值观压得太紧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不能不说 真的 真的 坏的事情 但这个是不是李嘉诚的罪 其实我觉得李嘉诚 他小时候没受过什么教育 初中都没毕业 然后呢 骂人家 他自己也这么骂他 所以呢 你知道李嘉诚 他很想做个有学问的人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每天晚上 你说他老老婆死了之后 也不再去 他说他我晚上我就看书 他很小的时候啊 他就说 他说我心里比较骄傲 为什么 因为跟我的那些同伴 他们打完工 他们就喝酒睡觉 我还看书 所以他实际啊 是很喜欢说有学问 而且我在他身上啊 你要咱要学习李嘉诚 就学习李嘉诚学习谁 你说李嘉诚的偶像是谁 我注意到啊 李嘉诚啊 他特别崇拜一个人叫范李 就中国古代的那个 就好 帮助那个岳王勾建 就是打败了我的卧心肠胆 就辅佐这个岳王勾建的那个大臣 不是叫范李吗 范李是个什么人 你看啊 范李这个人呢 就是洞察先机 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 就你刚才讲这个判断 你看他帮助岳王勾建 打败了吴王了 这岳王勾建就是说啊 我可以把国家给你分享 他不要 走了 他走了 他说呀 这个勾建这个人呢 可以同富贵 不可以共安乐 带着西施 出去挣钱 反正就是他是中国商人的偶像 就是说 一挣钱就挣了大钱 然后散尽了之后 又挣钱 又挣了大钱 李嘉诚经常提到范李这个人 但是范李最后是泛舟湖上逍遥自在的 我觉得其实很多中国商人都想做范李 但是到最后都做不到 李嘉诚嘛 就是做不到最后什么叫做泛舟湖上 像那种这么悠闲的 什么都放得下的状态 因为现代的资本家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现代的资本家被认为是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他们的道德 是他们整个人的人生 甚至人格建立了一个基柱 范李那个时代不一样 那个时代赚钱不是什么人生理想 人生是别有理想的 任何一个人都别有理想 但在今天这个时候呢 你一个资本家 对他来讲 比如说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对李嘉诚这种人来讲 多一个亿少一个亿是什么概念 但为什么有时候他下面的集团 包括像他的大公子 他们旗下的做事的方法 让你觉得他连一百万都还要在跟你计较 一个铜板他都不能丢掉呢 那是因为对他来讲 那个不是多钱少钱的问题 而是一种引头是权利欲 我掌握多少东西 我又没有赢 是这个东西 当你有这么有想法 这么执着的时候 你怎么放得下 我觉得很难吧 其实这个是 这就像是那个小孩子 他打电脑游戏 他能打一百分 他绝不会打九十八分 对不对 他会他会倾尽所能 赢到最大嘛 所以你想想看很有意思 那个游戏 我们常说那个 你那么计较游戏的分数干嘛 那是假的 但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你其实赚钱也是假的 对 我们人生就是在打游戏 那更有趣的是 大部分这些富豪啊 香港人的富豪 他们都信佛 然后捐助很多佛教事业 那么我实在 有时候也在想 他们 当然这也是个善缘 我很高兴 但是最后 他们在佛法上面 能不能够得到一些动视 让他们了解到 整个事情的一种虚幻呢 但是如果一这么了解的话 那就 就可能成为富豪了 这下你不是研究辽吗 辽有一回就说 说他把这个金庸给扁了一把 就是你听说了吗 说金庸到他家去 因为金庸很喜欢佛学 然后李敖就说 说我一句话就把他给灭了 说这个佛根本不主张 你保有财产 你金庸你整天讲佛 你能放弃你的财产吗 你能放弃你的财产 你是真的 所以这也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们讲个这个历史故事 我就发现因为他说这范里 我就翻一翻史记里关于他的记载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又在说李嘉诚分家产 就给这俩儿子 说这俩儿子也没有什么矛盾 他就是能各安其分的这么分 我一看他崇拜这个范里 史记里就讲着一个故事 就说这个范里有三儿子 这第二个儿子到这个楚国杀了人 就准备关起来就被砍头了 然后这个范里就让小儿子带着钱 到那个国家去找一个很有面子的人 叫庄生 就去找他 就能救我这个二儿子 但是临头大儿子说 说为什么让弟弟去 非得让我去 我作为哥哥我要去救弟弟 你不让我去我就自杀 最后就让他大儿子去 结果他大儿子去了之后 把这个钱给了这个庄生 庄生就跟他大儿子说 就说你就走吧 甭管了 庄生就去跟这个皇帝说 说皇帝你要行德政了 怎么怎么着 所以皇帝就说大赦 就放了他儿子 但是他大儿子没走 然后他大儿子就鸡贼 就听见说皇帝大赦 他说哎呀 那是皇帝本来要大赦 那不一定是这个庄生去说的情 结果他大儿子又回去 给人家庄生要这个钱 结果这庄生翻回头 又跟这个储王就说了 说这不要大赦了 这个把他儿子干掉 最后又把他儿子干掉 他大哥最后就拉着 弟弟的尸身回来 回来范李就等着他 范李就说我就知道你是这样 然后说你说为什么 你说他对这个两个儿子的了解 他说这个大儿子 是当年跟我一起创业的时候 这个苦过来的这个人 所以我知道大儿子最爱惜钱 对钱呢看得太重 他一定就会去给人家去讨还这个钱 小儿子呢都是花花公子 富二代 他不把钱当回事 所以小儿子去了 把这钱给那个人 这小儿子就会回来 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哎你说这事有意思吧 这实际里面的这个记载 对但是李嘉诚两个儿子 都不是这样的人 都不是花花公子 但也不是跟他一起打拼起来的人 我觉得李嘉诚呢倒是香港这几大富商里面 他的两个儿子倒是几个富商里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富二代 一般讲富二代 大家概念都不是很好 对不对 印象都不是很好 香港的确也有很多不太成气候的富二代 但是香港云云富二代之中 他这两个儿子的确已经算是很出类拔萃 是啊 就真的是能够接班的人 是能干的 是能干的人 而且不要忘了 其实你老说他两个人 还有一个周凯璇呢 哦 对不对 就他的亲密朋友 周凯璇 那也管着一把 对不对 那你说是什么关系 周凯璇跟李嘉诚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干嘛 因为我说 你不是在哪写这个专栏 没有 我就是据他们说就是好朋友嘛 都是好朋友 说有一次在意大利还手拉手呢 他跟周凯璇 这个其实都是公开的啦 等于是承认的好朋友 一个关系了 对 没有 重点我觉得说除了要注意他两个儿子 还有他的好朋友以外 我经常好奇啊 李嘉诚怎么样看别人来看他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很不服气的 你们怎么搞的 我不偷不抢 我创造香港繁荣 然后我做善事 你们还整天骂我魔鬼这个那个 那我觉得他一定心里很多纠结 那个纠结不晓得怎么样 能不能给他解 或说需不需要解 比方说他到底明不明白 他觉得他资本家的逻辑 我这个明明着要讲价 法律保障我 比方说我的店 法律香港是保障的 每一年的获利要 我随便讲了 百分之九 这样子 我干嘛要给你赚百分之八 我就要赚九 他到底明不明白 多了百分之一 那个一 对他来说可能一点意义没有 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那个是影响多少人的生计 影响多少人每天要打听 那你是把他当特首要求了 他不是 我没有这样要求 假如我是他 我可能要求赚百分之二 所以所以我意思是说 假如我们要讨论一个 所以才让大家那么对他的感觉 这么爱恨纠缠 很暧昧 他有他权利赚钱 不偷不抢 其实他真是你说的那个 他就是这个华商 至少是上一代这个华商 很典型的这么一个代表 他觉得放不开的这些东西 他觉得我赚钱有什么不对的 对 很奇怪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啊 都是很克制的 在这点上 也是被议制的 对你不克制就会被杀头的 像沈万三就是考例子 对 要不然就会被斗垮的 像胡雪岩 已经够克制 再克制都还不行 但不晓得为什么 到了二十世纪出来的 我们全世界这些华商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